好,嗨,我是北池,那我今天要来讲一下就是最后GVSAMI 2020在今天的成果 那事实上就是我们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就是就在今天就是一起办了SAMI的第一次工人大会 那所以今天呢就是GVSAMI 2020的开工大典 然后呢今天呢总共有40位的工人来参加 然后就是有这么这么多人就是来自台南然后台北 然后台湾各地就是都共向胜举就是这次的GVSAMI 2020 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让大家彼此认识之外 然后也有讨论了一些议程 那至于讨论了什么事情就是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共笔去看 那我们的共笔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去SAMI的频道上就有我们的共笔连接 那我有贴在那个这次的大众共笔上面 那这次呢有一个蛮重要的议程 就是我们这次就是要请所有的SAMI工人就是投票表决 本届的SAMI视觉设计 那我们最后呢决定就是最终的设计呢 就是 稍等我一下 今年的GVSAMI 2020的主视觉设计就决定是提案4号的岛屿海洋 然后是之号之号的提案 要重新看一下 嗯 后面不见了吗 不见了对 那我重新开一次 背景有背景有 诶哦好 好 那最后就是呃之号的这个岛屿海洋的设计 薛平重选 那上面这个是超高 然后下面这个 就是可爱的超高 然后下面这个呢 就是呃之前大家可能有看过我们之前在宣布GVSAMI 2020的事情的时候有看过这个设计 那这个设计就是呃之号用玉山的形状去发想的 那之后呢呃因为会是这次就选出来是这个设计 那我们之后会以这个这一套设计去发想更多 就是跟整个大会有关的视觉这样 嗯 嗯那嗯最后就是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呃提醒大家就是GVSAMI 2020的 征件即将在6月开始那大家就是请那个开始想一下就是你想要提什么案 然后如果你没有想要提案的就是也欢迎就是把12月底呃把12月初的时间留下来来参加GVSAMI 2020 嗯就这样谢谢大家 嗯